羽球精灵郑韶杰在伦敦奥运结束之后 开刀休养将近四个月 最近终于重返球场比赛了 不过因为身体状况还没有调整完全 很可惜遭到淘汰出局 郑韶杰在赛后表示 目前想要先好好的调养身体 暂时没有进一步的参赛计划 三朝奥运女将羽球精灵郑韶杰 伦敦奥运八强赛后 开刀休养了将近四个月 终于在最近重返赛场 今年首度的全国排名赛 面对劲敌白小马 虽然最后以20比22 12比21淘汰出局 但是灵活的跑位强力的扣杀 仍然保有一定的水准 带给对手不小的威胁 千韵好像没那么好 因为其他人的 就是打会外赛进来的 感觉比较没有这么强劲 两个老将在那场上 就是看谁能够先稳住正脚 四个月的长时间休息 让郑韶杰的体能状况不如以往 尤其是腿部和核心肌群 都要重新再调整 也影响了场上的表现 虽然说没有像以前这样快 但是大致上还OK 身体允许的话 当然说就是会继续打 这现在新的阶段 还没找到一个目标 经历这次的手术 郑韶杰深身体会到 身体健康的重要 有了健康的身体 才能继续拼证 所以郑韶杰目前并不及时决定 下一步该怎么走 先把身体状况养好再说 六间TV 许森城 李爱纯 新北市报导 到 你就 这